他说如果他输掉了这一局的话 那就是他一直在想的那颗粉溜的失误 然后Mark Williams呢现在只需要一局就可以来扳回这个比赛 他也讲到说他在这个比赛的每一分钟都是感到很愉快 因为这是一场很精彩的比赛 这个比赛的每一分钟的确是大家要珍惜的 因为斯诺克比赛这么多 精彩的比赛其实也就那么几场 昨天当我跟一南听到这个今天这场比赛对阵的时候 我们已经很大胆的去预言说 今天这场比赛将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漂亮 又是一颗反包 这个反包还不一定有 他本来这个球想推上来呢 希望能够打六分的中弹 但是他推出来就觉得力道小了 是两分吗 两分 轻轻的推下去 不会是攻击的 这个时候没道理 因为他推出来 希望说这个球能够一旦落袋以后 主球可以抬上来多一点 所以当他出竿发现自己力道小的时候 他挥了一拳 嗯 左手勾拳 幸好一南没有站在前面 否则的话马上是KO了 嗯 哦 这边 你不是有准度吗 我准度走位都有 这两个人的比赛 太棒 太可怕 哦 你看这个镜头里 黑球都有 嗯 力道太完美了 嗯 那就是大家都是神射手 嗯 就看谁的十环多 谁看谁的十点九环多 嗯 这个球就是十点九环了 绕过来 同一个弹 如果今天这场比赛最终Marco Williams输球的话 嗯 我们完全不能说Marco Williams今天打得不好 对 他们俩打得都非常非常好 但是呢 话又得说回来 Ronnie也并不是赢在运气上 嗯 他是靠实力 确实两个人的实力上 以现在的实力上来讲 Ronnie是在他之上的 谢谢 有点带脚 好 胜负手 嗯 看到了主球切入的点 主球切入点 就是在球队左侧的这个空的地方 拉开 这个点就是Ronnie要的点 漂亮 嗯 中带的红球还有 24 24 一颗星起来 可以了 正好有点过 嗯 过了一点点 嗯 好 来看球堆 右上方的这一颗 好打呢 还是在右边的这几颗红球好打 我觉得还是推上前吧 嗯 他总算听了我一次 嗯 不容易啊 嗯 设计 这要顺手的多啊 设计管 虽然打薄了一点点 但是还是打进 并且主球还是较到位 今年的这个上海荣威大师赛 嗯 Ronnie Sullivan 如果能够杀 在这一轮获胜的话啊 那么他将还 最多有两轮比赛 嗯 有一件事他还没有做过 嗯 我们都非常希望能够亲历 嗯 这件事情的发生 这件事情 这次 嗯 轮到他去分人家的钱了 哈哈哈哈 45 46 再带 中带有 嗯 53 啊 在二号球台上呢 Steven McGuire 现在3比2领先了 第五号球台上 好 角度稍稍大了一点 可以考虑来打这个三分球 直接拉杆 嗯 他可以甩 这个角度应该是可以甩 他选择直接拉杆 直接拉杆呢 是来打左边这一颗 对 而甩呢 就是来打右边这一颗 57 58 定竿先来做六分 然后一个小拉就可以做到左边的红球 现在 网织7只需要一颗红球 就能够超分了 64 65 左手打进 超分 观众很在行啊 嗯 那么打进这颗球呢 基本上可以保证 Ronio Sullivan已经进入到了本次 上海融为大师赛的半决赛 对 33 还是打进 轻轻蹭一下 5分 两颗球 两颗星来挂 挂不挂得到 哎呀 没有挂到 哎 由他去了 打哪是哪了 嗯 打哪是哪 这个书的心 好 我的状态其实不错嘛 回来今天至少有80%的状态的显示 对观众挥了挥球干 好 那么轻轻